大家好,多伦多地区天气开始冷了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 天气冷了以后家里头可以种一些什么花花草草呢 今天大家就和我一起到花圃去看看 我把我去的这个花圃的名字和地址写在视频下方的屏幕上 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 这个挺远的,你不一定要去到这里 所有家附近的花圃现在应该都有不少 这个季节可以种的花花草草 我下面就带着大家走走看看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看这个花圃有些什么东西 一进门看到最多的都是仙人掌和仙人球一类的 另外还有很多肉肉 注意看一下这个 我忘了这个是什么名字了 但是我家也有一颗,养了有五六年了 现在应该也有这么大 这里的价钱都是四十几块,五十几块,六十几块 觉得我真的很有耐心把他们养到这么大 也是赚到了 这个是菠萝 冬天家里养一株菠萝应该也挺有意思 这个是景天类的 我之前也有种过,但是不是特别好打理 不管是浇水或者换地方 稍微一碰,这些小粒粒都掉下来了 这个也是景天科的 它那个镜颜色会越来越紫 放家里挺好看的 这个应该都是仙人掌仙人球一类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都是经过嫁接的 可能很多朋友喜欢这一类的 仔细看看这一株,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沙漠玫瑰 它的花不大,但是花期很长,此起彼伏的 我都心动了,但是实在是太贵了 看看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个是火龙果仙人掌 喜欢要比较强烈的光线 据这个标签上都说明 如果它种在小盆里头就不会长得太大 如果种在大盆里头会长得很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种在大盆里头,看看会不会长出火龙果来 这个上头写的是sensitive plant 我以为是寒羞草,因为叶子长得挺像的 可是我碰了一下,它完全没有想避起来的意思 所有这里的这些植物都是可以长期浸泡在水里头的 不怕水 看看这里还有一个大水池 里头养了非常多的乌龟 另外这里还有非常多的鱼 喜欢养鱼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我仔细看了一下 你们大家看看左上角的那个小图片 这里的鱼价钱可真的是挺贵的 可能都是比较名贵的品种吧 这些好像是叫做日本景理 这些就是更大的景理了 我想价格肯定更贵,我也没有问 我们还是来看花吧 这个是仙克莱 之前看到的大部分的仙克莱叶子边上都不带这种卷卷边的 都是比较普通的品种 这里好几种品种,看上去还真是挺漂亮的 价格也还行,不贵 但是我个人总养不好这个花 开完花以后第二年就很难再回来了 但是这个花非常硬季 是这个季节非常合适在室内养的花 而且开花也非常漂亮,色彩很鲜艳 这些是吊蓝 这个会长得非常大,我之前有一棵 因为长得太大了,后来就送了朋友了 据说有净化空气的功能 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养蟹甲兰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种花比较好养,它也不需要太多的水 也不需要太多的管理,花色也很漂亮 这个就更容易管理了 据说只要把它用一根绳子掉在屋里 想起来给它喷一点水就行了 有机会我要试一下 看看这个蝴蝶兰的角落 很多朋友问哪里买蝴蝶兰 其实哪里买都是一样的 现在超市也挺多 可能花圃管理的好一些 它们的质量会更好一点 我不是特别确认 但是如果你想要买到比较特别品种的 还是要经常到各大花圃去看一下 这里是盆景 我印象里以前只有中国人 日本人或者这些东南亚国家 比较喜欢这种小小的盆景 好像这两年加拿大也挺流行的 而且价格挺便宜的 看看这个异国风情的日本小盆景 才十块钱我也买了一株 另外比较适合冬天种在室内的 还有这个非洲紫罗兰 另外还有我们华人都喜欢的红掌 这个是白掌 白掌开花也挺漂亮的 也适合种在室内 还有就是我永远的痛 各种各样的肉肉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试着在室内养一下 但是这些肉肉都需要非常好的光照才行 不然的话不太容易长得好 这个是子鹿草 非常容易养 擦枝就行了 朋友给了我一截 这个是Pink Lady 看着好漂亮 粉粉的一片 不知道丹珠种在家里 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这种植物 中文叫做网文草 我想主要是根据它的叶片上 有像网络一样的纹路得来的吧 颜色很多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棕榈树 它们不会长得非常大 比较适合在一般家庭的室内养殖 我之前养过一株 后来搬家就送给朋友了 这个名字叫做瑞士奶酪 是绿螺一类的 后来我看了一下 原来它长大的时候会长得这么大株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比较宽敞的地方 还是可以考虑的 不然的话可能不太合适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巴西木 这个挺好养的 再看看这里各种各样的阔叶植物 其实这里很多植物我之前都养过 比如说像这个橡皮树 还有刚才那些彩色叶子的 我的问题就是 这些养了以后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最后我家里就放不下了 只好就送给朋友了 如果你有兴趣还是可以试一下 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胡椒草 胡椒科下的一个鼠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胡椒草 还有这个也是 这些都适合养在家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花谱 这个季节的重头戏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圣诞花 之前我一直以为圣诞花只有红色的 后来才知道还有粉色的 另外还有这种淡黄色的 看上去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花谱里头已经是满满的圣诞节气息了 这些仙客来都种在圣诞老人的小花盆里头 后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花谱里在圣诞季节期间还卖一些什么东西 我喜欢逛花谱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的摆设非常的有艺术感 而且通常情况下在什么季节 他们就有什么不同的装扮 现在快要到圣诞节了 这些适合圣诞节装饰的物品也都陈列出来了 看了特别的心旷神仪 这里主要还是以颜色来分区的 这些是金色的 当然中间夹杂着其他银色的以及绿色的 看看这些 这里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看着很有冬天的气息 我们再来看看红色的区域 这里的主格调全是红色的 我印象里最传统的圣诞节装饰就是红色的 绿色的另外夹杂着一点点的白色 看看这个小红卡车 载着满满的红色枫叶 这个是紫色和绿色的区 主要用兰花来装饰的 非常优雅 这个区是褐色的 还有白色以及银色 非常古朴的感觉 这个是雪霄 也叫雪猫头鹰 这一夹子好可爱 看看这个红色的装饰 七个小矮人 上头还有圣诞老人 这一组全是红色白色绿色 非常喜庆 这一组是蓝色和银色 看看这一组金色 这个小小的拱门 有好多好多的小精灵在上头 仔细的看一下 每一个小精灵的动作 以及他们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阳光照射在暖房里头 暖洋洋的 非常的温暖舒适 看看这些欢快的小精灵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圣诞期间可以用到的装饰品 这些小挂件都是可以挂在圣诞树上的 旁边布置出来一个小小的屋子 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圣诞老人 特别的喜庆 还有很多胡桃夹子 温暖的动物世界 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戴好口罩 到花圃里走走看看 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冬天的植物 另外享受一下这种节日的气氛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